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雷武 你清点八十名精英船员 自我秘密冲犯地球 切记 你依据足足指示行事 不可暴露身份 是 气球 哦 战神公传 战神公传来消息 诺兰山家族的舰队 已经要离开地球了 我觉得诺兰山家族的人 不会轻易受伤的 他们前后两次侵略地球 绝不会被我一个警告吓走 地球这样的边缘星球 按理说入不了 诺兰山家族的眼睛 除非地球上 有他们觊觎的宝物 战神宫监测到他们探索过 一号和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不过没有进入 似乎那两个地方 隐藏着重要秘密 诺兰山家族的人 还搜索过太平洋海域 奇怪 那片海域没有古文明遗迹 那片海域虽然没有古文明遗迹 宝物倒是有的哟 总够让宇宙级强者垂涎的宝物哦 金角巨兽 冰狗 我跟金角巨兽决战就发生在哪里 此后金角巨兽的尸体 就沉到了海底 如果金角巨兽不是被我夺射 他的尸体就在诺兰山家族搜索过的区域 诺兰山家族贼心不死 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金角巨兽的去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诺兰山家族的人找不到金角巨兽 难保不会盯上我家人 我在白兰星买下的B级城堡 不知道能不能抵挡他们的攻击 如果您的攻击 不然能抵挡他们的温暖 不然能抵挡他们的温暖 不然不急 不然呢 我一直在调子 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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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搜索结果如何 队长 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那金角巨兽尸体 我们小队负责打西洋 几天下来将正边海域全部送上遍了 就是找不到金角巨兽尸体 我们这边也是 我们一共八十人 几乎将地球每一寸土地都翻找了数遍 却还是一无所获 那只有一种可能 金角巨兽的尸体被别人收走了 队长 我们该怎么办 根据入星地球网络过去的信息 那金角巨兽最后一次出现 是从如今的地球领主罗锋的交战中 那一战 最终罗锋斩杀了金角巨兽 但离奇的是 龙峰是在战斗结束一年之后 才突然现身的 狐拉大人 我们这群星道 也该拜访一下这位地球领主的亲属了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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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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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平 小仔 加油 加油 小心 小心 快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